你来找我没有用 老夏他还欠着我一批五千呢 我还满世界逮他人呢 就像刚才我电话里说的 在洪福这个项目上 我们都是受害者 所有人都知道 在这个项目上 社交平台投了百分之三十 可是有几个人知道 这百分之三十里边 还有我投的百分之十呢 项目舌了 老夏跑了 工作辞了 可以说我也算是倾家荡产了 你对自己还真够狠的呀 我 beginning就オッ影 我不是第一次听你说 说真的 我深表同情 那说兄弟 我爱摩能不能忠 等一下 就这样 是不是 他是为啪 差不多 我是确实 他这次场地找得不错 跟酒吧画廊相结合 大大降低了成本 他能够促进三方合作 这倒令我刮目相看 毕竟装修还没开始 希望不负所望才好 你要不从中作伴 我想应该会顺利的 怎么可能呢 我也希望项目能够顺顺利利上马呀 你真这么想的吗 老奸俱华 好 老奸俱华 老奸俱华 谢谢兄弟 谢谢 你要不资料怎么在这儿 记得啊 你所有人见证明 进 你真是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愿门了 他本来就很优秀 他的白领一出计划你知道吗 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听员工议论了一下 知道了些皮毛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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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不错 但是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不愧是温总的女儿 你不想跟她一起完成吗 公司分派还是很细致的 我是主管内容的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掺和别的事了 寻找离开我这边想要独当一面 我觉得您应该去征求下他的意见 听你这意思 是下作客令了 男人的大脑不应该这么复杂 我只是陈述一下事实 不好意思 董董 美国长途 那你先忙 好 小鸡们可找着机会看热闹了 他们在一旁尽情嘲笑 公王的阳关挥舞着大剪刀 一边剪着厚厚的羊毛一边 对 姐姐 我想我抱着我用你手机 跟我抱着试个屏幕 可以啊 好 我记得这样 不得用这儿啊 不得用这儿啊 我儿子 儿子 爸爸 乖 这我不在家里头 你们过得还挺好 给你看看 爸爸出差就是来找他的 这是你儿子 真可爱 叫高原叔叔 叔叔好 你好 你好 真可爱啊 真乖啊 儿子 听话 早点睡啊 爸爸很快就回去了 好 行了 我挂了啊 爸爸再见 拜拜 他很听话 拜拜 你打完了 怎么回事 怎么了 没事 不管他 接着我们讲故事 刚才说到哪儿了 不知道 我真羡慕你还有个好儿子 我这连老婆我都没了 走过一些弯路 那不就值我们俩了吗 也好过原地踏步 来 来 咱们要笑 枪狐 曾爱笑 走到连岸潮 别难过 别为疲惫而失落 前方有太多如果 茫茫为止 也不该错过 前方有太多如果 我 你这么轻声迷惑的心情 盘长了这么大的合同 你这是手占高策 我觉得咱们应该庆祝 这儿拍一个小型的情绪 面对吧 没时间 不会耽误你太阳时间哪 来 我知道这家牛排 做得特别特别好吃 没兴趣 没有我在你身边 也被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到 喂 喂 喂 我跟你渐渐渐有了这么大的合作 你一个主编 不亲自地接见我一下吗 奸商 你有什么打算我不清楚 也不太想清楚 我怎么听你这么无数 那么来气呢 我马上要跟薇薇有部分的交集吧 你又不想盯住我几句吗 你天天被黄依依锁定着 那我还嘱咐什么呀 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奶狐不害群奶狐是吧 真是缘分啊 我刚说到黄依依 你就来了 说吧 黄依依怎么了 又有什么新情况 别动了 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快点说 你想知道 黄依依为什么回来了 说呀 保罗死了 什么玩意儿 他俩根本就没结婚 他俩根本就没结婚 而且保罗的三任前妻和他六个孩子 为了财产打得一塌糊涂 保罗还有好几个女朋友呢 个个都比黄依依厉害 所以黄依依就从美国回来了 你等会儿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 你看 依他父母走得早 他自己一个人 你说他能够怎么办呢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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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听到这个是这个反应 他当时揣着你的时候 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 我提醒你一句啊 别二度犯傻 黄依依这个女的 就像蟑螂一样顽强 她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我去哪儿 是 我承认我没有把 在美国全部的事情 都告诉你 那是因为我有苦衷的 这样的事情 这样丢脸 惹人耻笑的事情 你放谁身上 谁都不愿意说出口的 而且你也知道 我的家庭环境 让我从小就确实安全感 所以我之前 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错误 但人无完人啊 每个人都是在经历着 不同的错误 然后在不断地醒悟 现在我一无所有 无家可归 这可能就是上天 对我的惩罚 我认 我真的认 但是现在 我真虎难你一个人可以依靠啊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一直在帮你啊 这也是你之所以到过酒吧这段时间 我选择了默认 对吗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你知道吗 以前你遇到任何事的时候 你首先会选择逃避 或者选择去依靠别人 而不是依靠你自己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 就像我 拿我来说 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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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站起来的 对吗 可能 以前的那个湖南给你造成了一些错觉 你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这么对待你 但是现在是是你看到了 你说你想找一个安全感 但是真正的安全感呢 但是我认为 真真正正正的那种安全感 其实是你给你自己的 其实是你给你自己的 对吗 那现在怎么办 说真的 说真的我希望美国的那件事对你来说 不单单是一次伤害 我更希望 你可以意识到它是对你的一个成长 当然我会帮你 但这是最后一次 你可以暂时地住在我的员工宿舍里 至于今后的事 我希望你自己去面对 我相信你 这人来头不小啊 你这 还是老贵人 酒桌上谈事见问奖啊 不是 我跟你讲 这顿饭我可真行不起 是有人想请你 我 我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 以后你就知道 你就追吧 你看 不是 你怎么来了 你让他来 不是 我让他来的是 他请您来啊 你们俩合着火给我布一局对不对 布什么局你们不是朋友吗 高原 你别再这么固执了 你现在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合作又怎样 你就那么信不过我吗 我就是太信得过你了 所以我知道苦头了 你就是一个商人 你想追求的 那就是更多的钱 我不一样 我是要追求在艺术性的前提下 才挖掘商业价值 这本来就是一对矛盾 对不对 我们是不可调和的 当然 我相信 他是不会卷舔跑路的 可是我要的作品 你不满意怎么办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商人怎么了 怎么了 向前也是做金融的 商人这两个字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那么难听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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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 陈总 我告辞 别别别别 够着 够着 干吗 你把你从人家请回来 你干吗 有事 你不知 你听我说 你把你从人家请回来 你听我说 我不是让你偷气的 陈总 什么情况 人我给你请回来了 你得给我个解释吧 你们两个失败的人 都能在一起合作 你跟我也失败过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对呀 既然咱们都是失败的人 那就好说话了嘛 说话讲 失败乃至成功之母吗 她是我前妻 前妻不更好说 天妻 什么情况啊 今儿不开工吗 图纸都没有 咋开工啊 图纸没有 去哪儿了 你去看看去吧 怎么了 图纸呢 怎么回事啊 好玩吗 一大早过来工人都到了 图纸没 你又想玩什么游戏呢 王发誓真不是我 图纸 你又排里没有备份吗 你又排里没有备份吗 我昨天走的时候不变晚 坐公交车都睡着了 然后起来的时候啥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钱包 电脑 包都没有了 都丢了 太巧了吧 那怎么办 赶紧打电话给尹公吧 那个 尹公上周五和我一起 打图纸的时候 听他说紫茫茫的 要赶去机场 现在应该在阿姆斯特丹转机 这等多久啊 十几个小时 他助理没有网盘吗 他们应该没有留备份 合同有规定的 为了保证我们这次 设计理念的一个版权 当我们确认之后 设计公司是不可以留备份的 都给我们了 那你公司的硬盘里不会没有吧 那个 萱萱和艾莉莎出去拍摄 我那个U盘还没来得及 给他们入档案室 做硬盘呢 现在就算是等尹公回来 重新画图 至少 要推迟一个礼拜开工呢 什么事 她太巧了吧 她 行 行 以后你们就叫我燕青吧 我不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你们的老板 我也是你们的伴侣 我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畅所欲言 那好 我也不跟您客气了 我就开门健身 这个 就是我跟你说的项目 这可是弗拉明哥的漫画 好东西啊 何鸿福是一个作者 这个项目你还想继续做 这是为什么呀 你之前不是失败了吗 不是失败 是根本就没有启动过 这其中的缘由 陈总 我给您解释过 那以后慢慢跟你细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明白一个事 做项目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同一个项目不同的人做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项目本身没有一点问题 错就错在 我好高无远 没有正确地估计自己的价值 这个作者多年来 积累了大量的作品 拥有了庞大的粉丝量 和强大的社会效应 我看重的就是 他的周边产品和后续开发 目前据我所了解 项目版权已经到期了 还没有续约 这就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 只要拿到版权 一切皆有可能 好 那版权的事情你去搞定 资金呢由我来负责 不过我需要 你能再出一套新的方案 来跟我们公司立项 没问题 我挺你 纸片交给我 放心